你听说过914号航班失踪事件吗 失踪35年的航班居然会在线机场 机场61名乘客全都保持35年前的样貌 这是真的吗 1990年9月9日 在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 人们忽然发现有一架已经淘汰多年的 道格拉斯型客机飞临机场 更奇怪的是 机场中的雷达根本找不到这架飞机的任何存在信息 等到这架飞机降临机场时 警卫人员便立即将客机包围起来 并询问机上的飞行员这趟航班要去哪 又为何要悄悄抵达委内瑞拉 飞行员显然也有点迷茫 他一边将飞行日记递给警卫人员 一边又解释道 他们是泛美航空的914号航班 本来是从美国纽约飞往佛罗里达的 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为何会误差2000多公里飞到委内瑞拉 经过查验 工作人员发现 914号航班确实有准确的飞行记录 不过问题是 这架飞机早在1955年7月份就停运了 当年他和机场所有乘客都葬身在了大海之中 这是什么意思呢 据悉 914号航班最初是1955年的7月2号 从美国纽约出发 飞往佛罗里达 不过 在飞机起飞的三个小时之后 飞机就跟纽约机场失去了联系 由于长时间没有反馈 当时人们都以为飞机可能坠入大海了 为此美国便派出了救援队展开搜救工作 而在经过几个月搜寻吴国以后 美国官方只能无奈宣布 飞机上的61名人员全部遇难 保险公司则及时发放了相应的死亡赔偿金 在时间的见证下 这起空难事故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谁又会想到 这架没有航班备注 没有飞机编号的老式客机 居然会在35年之后 以如此诡异的方式 带着61个消失的人重新回到世上 你相信吗 一架35年前就葬身大海的飞机 居然会带着机上的乘客重现人间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机上的人还纷纷掏出了身份证 证件也证实了 这些乘客都是来自35年前的美国 接着 委内瑞拉官方联系了美国机场 向他们核实这一情况 结果得到的回答和机上飞行员的说字一致 美国方面称 在1955年的确有一架914号航班 在飞行途中神秘失踪 由于长时间搜寻无果 所以说最终被当成空难处理 而914航班的机长 接下来说的一番话 更是让人们迷惑不已 根据机长介绍 他们的飞机是晚上启航的 不过当天天气不怎么好 云层很厚重 在飞行过程中行驶的就比较缓慢 然而等到飞机平稳运行的时候 天空又突然开始电闪为明 飞行员难以看清前方状况 他们试着呼叫总台 不过没有得到回应 为了保证乘客的生命安全 飞机只能放缓飞行速度 在这种状态下 飞机肯定不能及时抵达佛罗里达 眼看油箱就快要见底 他们也只能被迫在就近的机场降落 然而没想到刚走出机舱 人们就告诉他飞机穿越到了1990年的委内瑞拉 之后 这些人重归故里 和35年或者说一日未见的亲人重逢 看着眼前老去的孩子和亲人 他们不禁感慨 时间匆匆不留人 当时美国方面还专门派了科学家和警方 检查这些人的身份 并确认这不是一起闹剧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 在多方证据的证实下 外界逐渐接受了这起不可思议的事件 有人推测是因为闪电开启了时空隧道 飞机则恰好顺着隧道 来到了35年后的地球 还有人猜想 飞机在飞行途中可能遇见UFO 被撞击之后 跌入到的时间漩涡 来到了1990年 这么说是真的吗 你知道为什么一架葬身大海的航班 会穿越到未来吗 就当大家都沉浸在天马行空的讨论中时 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却浇来一盆冷水 有人提出 914号航班事件不过是一场 由泛美公司自导自演的骗局 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童话故事 发文的这个人 自称是泛美公司请来的演员 也是那架穿越了35年的飞机中的一名乘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寻着这个线索 吃瓜群众继续挖掘真相 结果他们发现这场童话最大的bug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泛美航空公司的确是美国最为主要的航空公司之一 几乎垄断了美国将近一半的航空业务 不过问题是 从50年代到70年代 泛美航空只承办国际航班 并没有国内的业务 直到1979年 美国解除航空限制 泛美航空才正式申请加入了国内航线 也就是说 1955年的914号航班是不可能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 飞到委内瑞拉 倒有几分的可信度 此消息一出 美国泛美航空公司不可避免地迎来了一阵口诛笔伐 最后 实在忍受不住的泛美航空公司 说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实际上 当时泛美航空公司内部出现了很大的惊讶问题 为了挽救公司 他们就想着拿这件事来当血统 在此之前 专门收集各类奇闻事件的记者 找到濒临挡逼的泛美公司 便给策划了一个方案 让公司花钱买一架老式的飞机请来50位演员 给他们穿上50年代的衣服 同时带着一大笔钱跑到委内瑞拉机场 串通当地工作人员一起来演戏 这起事件被曝光以后 委内瑞拉的官方也对参与此事的机场人员 做出了相应的惩罚 而美国的泛美航空公司 也于1991年宣布破产